这次台中市长林佳龙率领中台湾观光联盟拜会日本各界 在1号这一天结束了为期五天的考察行程 这次的参访当中呢 除了见证了首航包机 也考察民谷的林海青鬼 日本丰田以及三菱电机等企业 同时也参访了明花之里以及鹤舞公园等地 了解当地常设性的花卉观光 作为2018举办花博的参考 回国这一天市长林佳龙表示呢 是收获满满 同时也希望可以和明古屋地结为姐妹室 加强台日交流促进发展 结束跟南投县 跟张华县共赴日本的考察行程 一下飞机走出大门 市长林佳龙的好心情全写在脸上 因为这趟日本行不仅是参访了 连结明古屋市区跟港区的轻轨电车轻波线 还有当地特殊的花卉原意走进 可说是满载而归 也获得他们的同意 要加强透过我们中部 未来的产业的合作 包括像 我们得到安川机械 他们承诺说 在明年将在台中设立 这个机器人 整个技术服务的中心 那么 三菱电机他们也设了工具机的厂 那包括非常多的产业界 大家也未来希望能够直接透过台中来合作 为了带动中台湾跟日本之间的交流 中部三线市首长不只在日本全力拼光光 争取名古屋往返台中的固定航班 而市长林嘉隆 更向名古市长何春龙之提出 希望能够双方 缔结为姐妹室为共同目标 来促进两地的经济发展 我们希望从包机直航能够发展成定期的一个航线 那这个双方面也都很觉得一个共同的目标 另外第二点也签署了 我们中台湾跟中日本的一个观光合作的一个联盟 这个对未来两国的观光客 从中部进出会带来更紧密的一个交流的关系 那第三个是我们这次招商也相当的成功 那有得到这一个日本三井集团 这个投资我们台中港 要来设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 接近日本的成功经验 中部三线市首长共同为文化观光 与城市发展等多项议题进行交流 从台中出发 希望未来能够串联彰化跟南投 一起来带动台日双方的发展 记者台中综合不到